这期是专门给我的广东小伙伴们拍的 我居然在一个火锅串串店 吃到了那么好吃的炸串 这也是开闭了串串的新吃法 买点腰片吧 像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那个烧烤腰片 再拿一点鱿鱼花 这是折尔根全家福 因为我没有吃过折尔根丸子 搅拌均匀 裹满辣椒 这是辣辣全家福 我能去你家送饭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果 我今天跑到了一个火锅串串店吃炸串 这边这个是三种花花 有鱿鱼花 腰花 还有菌花 然后这边是一些折尔根大家庭 啥都有 然后今天的主食要了一个火鸡面 好久没有吃火鸡面了 他们家这个火鸡面是炒了的 炸了一些豆芽 洋葱 然后它这个小铲子我好喜欢 想退回家煎蛋 就腰片上面为什么要割花 割花就是为了更好的塞料 腰片有点像我们在成都吃的那个 但是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他们家这个是炸过的 但是这个腰花一点都没有炸老 然后炸的这个面面的辣椒特别好吃 辣椒拌辣椒 这个直接咱们录上去 和满辣椒吃 再盖到我们的火鸡面上 火鸡面爱好者狂喜 腰片的火鸡面也好搭啊 我太喜欢这个了 我能去你家吃饭吗 这也是两朵花 鱿鱼花和菌花 今天是三朵菌花奇菌御佳 来给我的广东粉丝们吃一口 这个菌花炸了 哽啾啾的 这鱿鱼花完全是两种口感 这是鱿鱼花 听到我个子个子 喝一个咖啡打柠檬茶 夏天什么饮料是你的最爱 二块冰棒 这边是我们的 着二跟大家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 有直接的折耳根 有折耳根夹牛肉 折耳根丸子你敢相信 这里面就是剁碎的折耳根 就是折耳根和肉 炸的折耳根你们吃过没 他们说 贵州人吃折耳根吃根根 四川人吃折耳根吃叶子 这是牛肉吗 对 折耳根牛肉 嫩嫩的 里面的折耳根耿啾啾 旁边的小孩看到我吃折耳根 眉头一皱 刚刚展观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底料好好吃 放一点在火鸡面上 给火鸡面增增料 这期是专门给我的广东小伙伴们拍的 咱们剩下的放到火锅里涮着吃吧 我的锅已经开了 这是炸串起吃的 就涮过之后再撒上我们的 秘质灵魂拌料 这是辣辣全家福 更入味了我感觉 炸过之后再煮 这些东西就变得了 又有点虎皮那个感觉了 虽然久远可能不可能有虎皮了 好吃 火太大了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时间 我要慢慢的吃了 你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旭温小的工作 一定要给我点点关注哦 爱你们 还有 炸串 永远 dash 去 塔 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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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